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朋友好 今天我跟大家谈一谈李文竹女士千里寻夫 以及由此而引申出来的一些警察暴力事件 以及我们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些事件 李文竹女士是王全璋律师的太太 王全璋律师在过去多年的律师生涯当中 代理了很多维权人士的案件 代理了很多政治异议人士的案件 站在法律的角度维护人权 这个是完全是正义的完全是合法的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些正义合法的举动 遭到了中共政权的不满和他们的记恨 所以三年多之前就抓捕了王全璋律师 在过去的三年多当中 他们没有透露出任何关于王全璋律师的消息 现在王全璋律师是生死未捕 作为王全璋律师的家属李文竹女士 过去雇佣了十几位辩护律师 想为王全璋律师进行辩护 但是这十几位律师 居然都没有一个人能够见到王全璋律师 也没有能够得到一丝一毫的关于王全璋律师的信息 那这十几位律师也先后向各级法院提交了诉状 控诉公安机关违反法律 拘押王全璋律师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法院受理他们的起诉 也就是说中共政权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说是要依法治国 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已经把他们的这个法律摆在了一边 绝对抛弃了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 他们已经把法院的大门关起来了 对所有的人 对王全璋律师 对李文竹女士 对所有的这个想通过法律来维权的人 关上了他们法律的大门 那这个时候呢 李文竹女士就开始了一个行动 就是千里寻夫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他要向全世界 向全中国人呢 向全社会来告诉他的状况 那表达他的诉求 这个时候法律没有用了 只能是求助于社会 那他是从北京走到天津 然后再从天津呢 走到另外一些地方 他的这个举动呢 受到了很多有正义感有良知的 有网友这些过去的朋友 王全璋律师的同事 受到了他们的支持 在沿途啊 就有不断的有人去加入他这个不行的这种行列 走到第六天的时候 人越来越多 中共政权呢就派出了大量的警察 来围堵他们 把其中的一些人呢 关押起来 在李文竹女士和他的几位朋友 被关押了十几个小时之后 被送回了北京 然后呢 把他软禁在自己的家中 在他的家门口啊 派了三十几位国保警察 那不让他出门监视他的这个举动 这个时候呢 北京的地区的一些维权人士 就去到他的这个居所外面呢 对他进行声援 那么警察这个时候 警察国保就对这些来前来声援的这些公民呢 进行了暴力殴打 其中有两位女士 李美青女士和陈彦华女士受了重伤 李美青女士据说是打的这个骨折 这样的暴力事件 那无论在任何一个国家 那都是违法的 中共政权呢 你们不仅仅是非法的阻止公民呢 自由交往的这种权利 而且呢 你们运用了暴力 这是公然的违法 公然的践踏法律 有正义感的网友 把这两个打人的警察照片拍下来了 现在公布到网上了 现在我给大家公布一下 那么其中的有一位国保 叫做陆凯 网友已经把他的基本的资料 已经人肉出来了 我们希望能够根据这个线索把他的家人同事同学亲戚朋友所有的这些跟他相关的人士的资料全部都找出来 我们要动员他的亲戚朋友同学同事来对他进行劝说 告诉他这个政权呢 已经到了他的末期 已经不可能维持太久了 就在今年这个政权一定会到台 所以希望这些作为政权阴犬的警察国保 你们不要为这个政权殉葬 不值得 你们一定要给自己留后路 要为自己的家人留后路 不要让他们因为你而蒙羞 不要让他们认为你而遭到了这个社会的鄙视 我们也动员所有的人都来围观 这些为政权做打手 为政权做英权 这样的一些人 殴打那些赤手空拳的公民 不是一个勇敢 勇敢的行为 什么是勇敢呢 支持才是勇敢 支持而厚勇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已经动员起来了 要对中共这个政权进行开战 要对他们进行围堵 同时在每年的群体性事件 都有二三十万起参与的人数 有高达数千万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发起了一个全民共振的运动 就是把这些各地的分散的 在时间上空间上分散的抗争 能够让他们调到同一个频率 在同一个时间 在少数的地点集中的爆发出来 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那么这个行动 在今年一定会取得成功 我们呢 有三次大的行动 第一次是五一 五一是散布 第二个呢 是七一 七一是聚集 第三个呢 是十一 十一呢 就是决战 就是大游行 是全国上街 全国人民上街 今年 这一定会见到成功 中国 今年是大变之年 现在的独裁者习近平 他想把中国拉回文革 这个举动啊 已经遭到了 已经遭到了 体制内外的联合反对 今年 是第一次 所有的人 都取得了一个共识 各个阶层的人士 都取得了一个共识 就是一定要结束 一定要结束 习近平的独裁专制 一定要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方向 一定要阻止习近平呢 把中国拉回文革 把中国变成大朝鲜 一定要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的这个方向 今年 大家一定会见到这个结果 所以我们奉劝那些呀 为这个政权做鹰犬的 做走狗的 这些警察 你们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式 一定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一定要为自己的家人留一条后路 不要让他们为你们蒙羞 不要让他们呢 为你们将来遭到整个社会的唾弃 那么我也希望 作为这些警察 这些鹰犬的 你们的 作为他们的家属 你们一定要 也要认清这个形式 一定要经常的劝说他们 不要为这个政权呢 作恶 即使是你们没有良心 那也一定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你们为了谋生加入这个政权 大家都可以接受 但是一定不要为这个政权来做 过去做了坏事的 做了坏事的 手上摘血的 现在一定要开始赎罪 没有做坏事的 一定要洁身自好 所有的 知道这两位警察的 任何消息的朋友 请你们呢 把他们相关的资料 发送到全民共证平台的邮箱 这个邮箱就是 汉语拼音的全民共证 at gmail.com 我们呢 会把这些资料 向全社会公布 然后呢 也号召全社会 来对这些人呢 进行劝说 号召他们的亲戚朋友 来对他们进行劝说 我就不相信 面对人民的怒吼 他们心里面 不会有所忌惮 他们的心里面呢 既然不会产生 一丝一毫的恐惧 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呢 采取任何过激的 违法的暴力的举动 大家只需要冷静的 克制的围观他们 劝说他们 最后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